1月11号据外媒报道 中国电影《哪吒之魔童将士》 以7亿美元的成绩位居2019全球票房榜第11名 据外国统计公司Comscore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全球票房高达425亿美元 冲破420亿美元大关 撞下新记录 其中中国内地影视和北美影视票房差距在减小 北美仍是全球票房最高的市场 2019产出票房114亿美元 虽然较2018年下低4.4% 但也是影史仅次于2018年的年份 是北美影史第二高的年度票房 中国内地在2019年仍是全球票房第二高的市场 年度票房接近93亿美元 642.66亿人民币 较2018年成绩上涨5.4% 2019年共8部电影全球票房突破10亿美元 复仇者联盟4以约28亿美元的成绩夺冠 也成为全球影史单拼票房冠军 中国电影的扎之魔童将士 以7亿美元的成绩位居2019 全球票房榜第11名 新闻上涨5.4%